热转印制作流程中,你一定要注意的四大重点。 第一次使用热转印制作时,你知道有什么是要注意的吗? 一生列出四个一定要遵守的注意事项,替你提高转印成功率。 重点一,图像尺寸大小及镜像调整,列印时要先确认是否需要额外制作出血, 避免图稿裁切到,尺寸或小或漏白影响成品呈现。 使用热升华设备转印商品时,需将图稿先做镜像反射处理, 这样印制上去的图像才会是正向的哦! 重点二,温度、秒数、压力是否调整适当,若三项猜数不足成印品所需, 将造成成品转印色不均、土色不完全、颜色偏淡, 若三项猜数超过成印品所需,容易造成转印图稿模糊、物化、 转印品材质表面也可能会变质,甚至会造成设备损坏。 重点三,耗材保护膜全部拆除,转印耗材上多有层透明保护膜, 避免耗材被刮伤影响成品,因透明不易发掘, 刚接触热转印制作的人常常直接进行加热制作, 造成保护膜融化,进而造成耗材损耗增加成本。 重点四,避免同位置二次烫印, 已做过热转印的物品应避免二次加工加热, 二次加热容易造成被印涂样的颜色流失,锐利度下降,涂样模糊。 接触热转印技术的您一定要熟知这四大重点, 才能确保印制过程顺利,产出的印制品品质变能达到预期效果, 若有任何问题,都欢迎您向一生询问哦。 一生成立超过二十年,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, 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, 包含UV直噴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, 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,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, 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MRT品牌一生, 免费服务专线,0800-520-005